今天是2023年的2月27号 就是投到现在才给大家看一个room tour 然后这个其实是一个暖风机 因为在起码在这个我住宿的这个hotel 它的空调只是制冷的不制热 所以呢有一天我就问这个客房服务才知道这个 所以就客房服务就给我拿来了这个暖风机 然后我最喜欢这个房间的一个点 就是它能够让我很近距离的感受安地斯山脉山景 特别美 其实我每天早上都能醒来看到这个山 还有就是这里有个迷你迷你的特别小的一个阳台 但其实我不是很在意 我觉得能够开门然后有感受到这个新鲜的空气 就特别的棒 好 然后我的这个通道柜上会放一两个水果 是早饭的时候可以拿的 我的桌呢 书桌 昨天整理了一下 就现在东西稍微少了一点 之前都是东西很多 然后书桌下面 是一排鞋子 然后有一天阿姨就帮我都一排放好 就特别的感恩 还有就是这个桌上会放一些酱料 像Tabasco sauce 还有这个酱油 这个是叫Soia 然后就是在一个超市里找到的 之前在我们附近的一个超市还没有找到酱油 所以还是很感恩能买到 那这边的床头柜放的东西就比较杂 一般我都没怎么用到 一直都没有什么时间去 有精力去整理 然后这个是衣柜 那衣柜里 打开衣柜就是 它有自动的灯亮起来 就还挺挺棒的 然后这个是一个保险箱 设置方式还挺简单的 有一些贵重物品就放在这里 那这边这个床头柜 原先它也是放了一个就是小闹钟 但是因为我不知道怎么用 所以就把它给拔掉了 我自己带来的转换插头只有一个 所以就平时会在这边充电什么的 就方便一点 如果把这个小闹钟给拔掉的话 会充电更方便一些 然后这边的床头柜还放了一些水 我们每天晚上就是在吃小食的时候 可以申请每人领两瓶这样的水 大家看一下这个水的牌子 然后其实这两边有床头灯 但是我暂时没怎么用到 一般我都是喜欢用这个大灯 白的灯 然后呢这里是客厅的部分 但我几乎没有在这里待过 主要还是在卧室 然后这个店是 我试了一下是打不开的 不过也不打紧 因为平时一般都不在这看 然后桌上放了一些 我平时用到比较少的物品 像这个大张的纸 其实是我在一个宗教书店 买的一个calendar 还挺便宜的 总共是12张大的纸 是2ml 也就是2000哥伦比亚比索 然后其他就是乱七八糟的 杂七杂八的东西 就是放 我觉得放一些东西在这边 可以解放一些我书桌的空间 前面那个书桌 其实这个书桌是我搬到这边的 原先是没有面对这个风景的这一面 然后我就比较喜欢看风景 所以我就把它挪到了这儿 给大家看一下现在窗外的风景 这边呢也是能看到山的 在这里很容易就能见到山 就是整个山脉绵延的这个线非常的长 然后其实这个城市 像大家看下面一些路 有些路面它是会有凸起或是凹陷的地方 可能是因为这边的地形的缘故吧 所以有些水泥就会被 就会撑开来就会断裂 所以大家走路的时候稍微要小心一些 现在大概是晚上的5点40分 就是高峰期 他们这儿的高峰期大概从4点 4点多就开始了 像4点半左右 如果想要打车的话就比较难打 然后这个高峰期 据我们的观察大概能延续到8点钟吧 对 所以大家如果要在这边打车的话 晚上其实是比较难打到车 要提前 如果说出游的话要提前回来 最好是3点多的时候回来会比较好 好 来看客厅的另一面 那这个桌子 我一般会在上面放我的小的热水壶 那现在是用热水壶在泡意大利面 我想尝试一下能不能烧 所以就它现在不在这个台面上 这个是热水壶的盖子 然后这个呢是洗衣袋 因为我们我们可以每天免费洗十件衣服 如果要洗的话就要把这个衣服装在这个袋子里 然后填写一下这个表格 就是要打勾就哪几种衣服 然后这个是就是茶水 每天会给我们两瓶水 然后有时候阿姨会给我们三到四瓶 那这些就是咖啡 有decaf 就是这个没有咖啡因的 或者说咖啡因比较少的也许 然后呢这里面是有糖啊 带糖啊之类的 我一般没有用过 然后里面还有什么 就喝咖啡的纸质末什么的 因为感觉对身体健康不是很有帮助 所以就这些都没有喝 那一般我是会比如说泡个茶什么的 还是挺喜欢喝红茶的在这边 然后这个咖啡机主要是用来烧热水 上次同事有教我们怎么去使用这个咖啡机 主要就是把水倒进去 然后其实不关也可以 然后再按一下下面这个这个键 press to start 按下之后就会变成红灯 就一个杯子在下面接着 就很快就能出热水了 然后就是水快滴完的时候 它就会会发出 就是水水要滴完的声音 所以就还挺方便的 这比我直接用这个国内带来的水壶 煮热水要快很多 有可能是因为这个要用转换器的缘故吧 所以这边如果我用水壶煮热水 其实要花比较长的时间 我没有计算过 但是可能需要10到15分钟甚至更长吧 另外一个洗手间我从来都没有用过 所以我猜想这个套间可能是family room 就是给两到三个人 可能是两个人住比较方便一些 比较适合 然后这里也有一些这个洗漱用品 其实它的格局跟我另外一个卫生间差不多 我把我的水壶拿来了 就现在再泡 然后等一下会 因为这个一大米面比较长 所以我会翻个个儿 等一下再接着泡 晚上煮的话 我应该会把它切一切 把切上一半 然后煮试试看 大家看远处的云 好像都跟山很好的融合在一起了 就好像是山脊的轮廓 随着山脊的轮廓而在天空翱翔的云一般 就是这里 好 这就是我的major bathroom 大家看一下就有这么一些东西 这个是牙具 然后这个是面筋纸 这个是浴帽 这个是我自己带的洁面乳 香皂 它这边就是比较环保 就直接给香皂 不给那个沐浴露 这个是我在美国的酒店里带来的 然后这个是这个酒店提供的亚膏 这个我暂时还没有用过 可能就是擦鞋的布吧 然后这个是hair dryer 但其实它用起来比较的累 因为每次都要按这个on的按钮才能吹风 然后这个是面筋纸 更多的面筋纸 这里是shower room 好 差不多就这样 这边其实就是我原先放书桌的地方 因为我觉得 就仅仅是对着一面墙 就觉得有点封闭 所以我就把书桌挪 挪到了刚才窗口的位置 看这个位置是不是更好呢 现在已经是将近晚上六点了 这边白天的时间就是 大约是早上六点到晚上六点 day time 所以这里的工作时间也会相对早一些 大家也会早一点回家 像我们之前去的一家 黄金博物馆附近的一个小饭店 大概就是五点钟就已经关门了 然后在这边 反正我们被告知 八点之后就不要再出去走了 所以这个安全的问题也是很重要的要去重视起来 因为算一月初就要换住处了 所以今天也可以通过这个视频来记录一下我这个很喜欢的一个住处 然后这边的工作人员 他们其实英语水平不太好 几乎不会讲英语 但是对于我来说 我觉得这不是什么不好的事情 因为这就意味着我可以跟他们有更多西班牙语上的交流 无论是用词汇啊 还是哪怕是用手势或者是肢体语言 我觉得都是很有意思的一个沟通方式 能够迫使我去更多的去了解一些西班牙语词汇 所以我觉得其实是件挺好的事情 而且这边的工作人员他们都挺友好的 所以我甚至还有一点舍不得 因为像早上啊晚上就是吃饭经常会遇到他们 所以我觉得就是真的是要珍惜当下 珍惜所拥有的 好 这个是今天想跟大家分享的 那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现在是晚上六点半左右 我们就会见到你啦